民警到达现场后立即将伤者送往医院 送到医院后伤者一直昏迷不醒 而与此同时民警在事故现场进行仔细的勘察 发生以后派手通过转警 这个现场只遗留了这一块玻璃面罩 现场除了遗留下一块破碎的玻璃面罩 再无其他散过物 而案发现场无可用监控 收伤女子昏迷不醒 事故如何侦破陷入僵局 我们的法医还有技术人员 技术人员就对这个伤者的人生做一个检验 还有那个医者进行一个痕迹坚定 通过这两项的检测 我们推断也是模特超市 岳阳交警支队云西大队立刻成立专案组 缤纷两路寻找线索 一组民警继续在周边走访寻找目击者 另一组民警紧急调阅事发地周边的所有监控视频 这辆摩尔车现在是一直往随约连接方向行驶 有些事实是好时候考虑拍事 图中的摩尔车的尾灯是看得很清楚 在这个事发路段你可以看到明显的 这里有一个摩尔车的尾灯已经倒地的一个情况 然而监控视频并没有拍清楚现场发生了什么 但从后方车辆行驶轨迹可以判断 这里就是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点 你可以看指示里面可以看到 这陆续陆续有多辆车从这边经过 全部都是从这个顺向车上 全部是绕行过去的 指示在现场可以看到有明显的一个灯光 一个灯光停留在现场 监控视频显示 大约一分钟后这辆摩尔车的尾灯开始晃动 随后消失在夜色中 指示里面看到摩尔车的灯光已经开始在动了